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Peta 今天要聊聊果树在生长过程中如何防病治病 让您的果树茁壮成长 在果树生长的过程中,病害问题可不容小觑 尤其是那些侵染性的病害 像根流病,细菌性穿孔病 枯枝病 一旦发作,果树就很难完全康复 甚至会枯萎死去 所以说,我们要从预防着手 在果树染上病害之前就采取措施 那我们该如何防止这些病害呢? 首先,在果树落叶后至萌芽前 对整颗树体,特别是根部,要全面喷洒一次石榴合剂 或波尔多叶 这类药物可是果树的保护盾哦 波尔多叶是一种古老,且被广泛使用的农药 它是由硫酸酮和生石灰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 它具有广泡杀菌效果 对多种作物病害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因为它在果树上残留时间通常只有7到14天 所以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有机农业认证机构接受和使用 波尔多叶里含有硫酸酮 当它溶解后,液体呈浅蓝色 铜离子对水生生物有毒 要避免在雨天使用或者在水源附近喷洒 防止水中生物受到侵害 使用时请务必参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书 掌握好浓度和用量 波尔多叶可以从大型苗圃或者从网上购买 第二次喷洒是在果树开花 刚刚标泄后 全树喷洒可用湿性戴森猛星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菌的氢染 那什么是戴森猛星? 戴森猛星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有机硫杀菌剂 主要用于防治植物的真菌性病害 它具有广泡、高效、低毒、低残留和对环境友好的特点 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应用 请记住一定要参照农药的使用说明书 掌握好配方浓度和用量 到了秋天在果树落叶后 要及时清理果园 及时清除枯枝落叶 预防带病菌的叶子留在土壤中 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 保持果园干净卫生 是预防病虫害的重要一步 如果您在果树上发现了无可救药的病枝 请一定要及时减去这些病枝 避免病害蔓延到整棵树 到了冬天 要记得给果树的根部刷上熟石灰 熟石灰具有杀菌作用 可以杀灭寄生在树干上的病菌和虫软 减少来年病虫害的发生 熟石灰可以在树干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帮助果树抵御冬季低温和霜冻的侵袭 刷上熟石灰 还可以减少温差对树干的影响 防止树皮开裂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订阅和分享鼓励一下呗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for watching